不說你不知 說開你就知道 大家好 我是Ken Sir 正所謂博博彈車變魔托 究竟兩元美金怎樣買一個FF網 落透幫到你 落透就好像美國形式的綠合財一樣 現在的落透金額就是 落透這種遊戲模式早在漢朝其實已經有了 究竟歷史是怎樣 買落透的錢除了入到採持之外 究竟那些錢又去了哪一處呢 如果你是遊客或者務正移民 又可不可以中獎呢 我們逐一告訴你 講開落透的歷史 古時候落透的原意通常都是為國家籌錢 就像當年秦朝秦始皇 就像一條萬里長城 多麼文偉 但他還沒做完就去賣鹹鴨蛋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叫鹹鴨蛋的話 就按我之前的連結去看 秦始皇去賣鹹鴨蛋之後 這條長城還沒搞定 所以到漢朝的時候 朝廷又不想增加這個百姓的稅收 所以還用摩採這個模式 去籌集資金 去繼續做這條萬里長城 西方也有古羅馬 用落透這個形式 去籌集資金 去擴充軍隊和興建城牆 正所謂各處鄉村 有各處例 不同的國家對落透的玩法 監管 都完全不一樣的 譬如中國這樣 去到清朝的時候 就有個落透的玩法 就叫做 白鴨票 白鴨票的玩法 就是莊家在千字文裡面 就找一隻白鴨 去選二十個字做謎底 然後就給人猜 猜合五個以上就叫做贏了 猜中二十個字的話 可以獲得幾百倍獎金 然後去到一些老香港都應該聽過的 字花 字花的玩法就是有兩套列表 一邊有三十六個人名 另一邊有三十六個物件 這樣莊家就會割取一件東西 放在一個當眼的地方 然後就讓人下注 如果那些人猜中了 贏了的話 就一賠三十 但通常這些字花都是由三合會去操控 去到一九七五年的時候 香港為了打擊字花 就正式成立了六合彩這件事 但我們今天就不是想介紹香港六合彩 而是想和大家介紹一下美國的落透 例如我們加州有很多不同的落透 包括Mega Million Powerball Super Lotto Plus Fantasy Five 等等等等 美國落透的原意 都是大同小異 都是為了籌集資金 去注入社區和興建大學 大樓 例如哈佛 有九十五才進入社區 我們在加州裏面 大多數的錢 就放進教育 在2020-2021年 總共有十八億落透的錢 注入了公共學校 雖然十八億聽起來很多 其實只是佔據了1% 這個州的預算 在這個十八億裏面 有80%的錢 是去了K-12年級 在這裏提提各位觀眾 落透贏了的錢 是要交這個收入稅 在美國交稅 通常要付兩種 一種就是聯邦稅 另一種就是州稅 但加州的朋友就幸運 因為加州是不收落透贏了的錢的稅 所以如果你在加州買和加州住的話 你只需要付聯邦稅 但如果大家有幸地中了頭獎 究竟有多少錢可以落賭袋 就拿到上次的頭獎 Megamillion 15.5億 如果大家決定一次過拿錢的話 大概就零億進入你的袋 但是Megamillion就有一些Payment Plan 如果不想收這麼多稅的話 它可以將獎金貪分29年給你 再在每年裏面 付5%的增長給你 那你們扣了所有稅之後 在這29年內 你可以獲得總共11億 關於稅收這件事 有一些無證移民 遊客 又或者可能我們有一些 香港馬來西亞的觀眾就問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買美國的落透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有一點大家就要留意 雖然你們是遊客或者無證移民 但是贏了錢 都是要交聯邦和州稅的 Megamillion就視乎你在哪個州買了 以上只要為大家提供多一些 美國落透的小知識 完全不是建議大家去玩的 畢竟落透都是賭博的一種 所以請大家自行承擔風險 大家覺得這一集怎麼樣 歡迎留言給我們 還記得subscribe和按鈴鐺 那你們就知道 下次什麼時候出片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